對 因為我還是覺得也很難避免的 因為我的DNA跟我的老婆的DNA都有 我要它沒有 我好像不能說服我自己 她沒有 但是在這個時候 她也沒有跟我說過要在哪一方面發展 但是我还是做了准备就是暗地跟他聊的时候 都往往把那个思路带到别的地方去 然后希望他不要想太多 但是坦白说他如果将来他要做的话 我也不会怎么样的反对 对对对他唱歌是比我还好吧 我觉得他现在开始在评一些他看过的节目 但是评是有点有点有点纹路的 但是他演我没有看过 我不知道他在演戏方面有没有钱 他有没有演就是有男朋友 然后演没有男朋友 演 对就是不让你知道他 这方面我其实还挺骄傲的 因为我跟他是建立了一个朋友的关系 他喜欢的男生他也会跟我说的 但是他说我只是喜欢不是跟他要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还可以我其实我听到他说哪一方面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特别的成功 因为因为我能跟他建立成一个朋友的关系 他才会跟我说这些事情 所以我也希望他虽然他年纪小 但是我还是跟他有一个相互的尊重的一个关系在里面 我觉得在那一方面我挺成功的 那如果就是说你女儿打算现在就要入行了 你会不会支持还是打算叫他先完成学业 这个当然没得说一定要跟自己的学业完成以后才能有自己的决定吧 因为最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的学业去完成 然后你自由的去挑选你自己继续的念书 或者是到哪里去尝试什么事情 这个是你自己去确定